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州高中枪击两死三伤 枪手自杀重伤 欢迎收看11月14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中国政府14号宣布即日起解除原对美国禽肉进口限制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农业部长博杜对此表示欢迎 预计美国每年对华禽肉出口将达到10亿美元 中国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14号发布公告 宣布即日起解除原对美国禽肉进口限制 允许符合中国法律法规要求的美国禽肉进口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 欢迎中国决定解除原对美国禽肉进口的限制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 对于美国农民和中国消费者而言 这都是一个好消息 对于美国养殖者来说 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出口市场 估计他们每年将能够向中国出口 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禽肉产品 重新开放中国禽肉市场 将为美国的养殖者创造新的出口机会 并为这一行业的就业提供支持 美国农业部长帕杜表示 美国禽肉生产商和出口商都欢迎中国重新开放市场 美方将继续努力扩大在中国 以及其他国家等重要市场的市场准入 由于2014年12月美国爆发禽流感 中国自2015年1月起禁止进口美国禽肉 此前在2013年 美国对华禽肉出口价值约5亿美元 美国是全球第二大禽肉出口国 去年向全球各国的出口总额为43亿美元 凤凰卫视王佑佑 白帆华盛顿报道 另外大约35个国家外长和代表 14日在美国国务院出席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大会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承诺 美国将继续发挥领导力 打击伊斯兰国组织 但美国敦促欧洲国家采取行动 让来自欧洲的伊斯兰国组织成员 回到各自国家接受审判 蓬佩奥14日在美国国务院 与来自30多个国家和机构的代表 召开了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大会 蓬佩奥表示 上个月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 与潜在继任者在美军执行的任务中丧生 这显示出美国在对抗伊斯兰国组织中 发挥的领导力 美军仍然在密切关注 曾经被伊斯兰国组织占领的区域 并且在叙利亚南部继续保持军事存在 维持美国对伊斯兰国组织 发动空袭 保护油田的军事实力 蓬佩奥敦促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联盟的成员国 把来自各国的上千名恐怖分子 带回自己国家接受审判 不过法国 英国等美国的盟友 并不希望看到极端势力在本国滋生 法国一直以来都在与伊拉克政府合作 希望能够在伊拉克对伊斯兰国组织成员 进行起诉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指出 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并没有结束 虽然北约之间存在分歧 但是成员国都一致同意维护现有成果 支持联合国的努力 寻找一个可持续的政治解决方案 凤凰卫视 王宾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另外美国加州圣克拉利塔市一所高中14号上午发生枪击案 当地警方表示至少两人死亡 三人受伤枪手随后举枪自杀受伤 事发在圣克拉利塔市的索格斯高中 警方表示枪手是一名亚裔男学生 当天是他的16岁生日 但是他却带着一支半自动手枪回校 开枪射击五名同学之后 用最后一颗子弹朝自己头部开枪 连同五名重枪同学宋院治理 其中一男一女两名学生身亡 而五名受害人年龄都介乎在14到16岁 警方正在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 出示高中及同一校区的所有学校 在案发之后都被封锁 学生疏散 大量紧急车辆到场戒备 另外旧金山湾区华裔女商人 日前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达成和解协定 赔偿5000万美元给90位投资移民申请人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布的和解通知书显示 55岁的华裔女商人刘贝尼 Bethny Liu是中半岛圣马雕县居民 同时也是金色加州区域中心老板 专营为外国人办理EB5投资移民业务 2016年7月开始 刘贝尼向90名投资移民申请人 收取每人50万美元 外加55000元手续费 并存入Cupertino基金 同年12月 刘却将这笔钱转入自己私人银行账户 之后又转入证券投资账户用于抵押贷款 而不是原本应该投资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从而违反了证券法 但是刘贝尼并不承认有不法行为 根据和解条款 刘贝尼及其金色加州区域中心需要返还4930多万元 以及利息近100万元 其中4800万元需要在和解协议内10天归还 剩余的部分必须在明年内支付 证交汇将会把这些钱归还给Cupertino基金的投资人 其中很多为中国公民 金色加州区域中心发表声明称 已经归还投资人全部本金和部分手续费 方航卫视刘海平旧金山报导 欧国欧国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美国大学招生武逼案在有新的进展 本周波士顿联邦检察官表示 美国大学理事会和ACT的前考试管理员 伊格尔·德沃斯基收受近20万美元的贿赂 允许考试监考人员在家长的要求下 秘密修改SAT和ACT大学入学考试的答案 目前德沃斯基承认犯有合谋诈骗罪 他或将面临20年的监禁 但检察官将向联邦法官为其求刑两年 而就在同一天 房地产公司的高管托比·麦克法兰 因通过合谋贿赂 让孩子以运动员的身份入学 而被判入狱6个月并罚款15万美元 检方称麦克法兰向该案的主谋辛格 支付了40万美元的虚假咨询费 其中一部分作为贿赂 转给了南加州大学的教练 另外5万美元转给了参与该计划的一名官员 美国联邦法院裁定 在没有合理犯罪嫌疑的情况下 政府对旅客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进行搜查 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 该修正案禁止对公民进行无证搜查和没收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表示 这起诉讼由11名旅客提起 其中10人是美国公民 他们在诉讼中指控美国边检人员 在没有搜查令 他们也没有任何不法行为或犯罪活动嫌疑的情况下 搜查他们的电子设备 不过才绝拨回了原告的请求 他们曾要求颁布禁令 更严格的限制政府搜索和没收设备的能力 该联盟表示 当局的行轨远远超出了移民和海关执法的范围 美国政府一直宣称 在边境搜查电子设备 不需要搜查令 且收集的任何数据 可以与美国联邦 州 地方和外国及国外执法部门共享 洛杉矶市警局公布 现年71岁的前NBC首席医学类记者 亨塞尔于本州被捕 他涉嫌不正当接触未成年人 调查发现他与一名9岁的女童互发不正当的信息和照片 警方曾于10月16日搜查了 亨塞尔位于太平洋帕里塞德的家 他目前面临一项抑郁与未成年人进行性接触的重罪指控 如果被定罪 他可能面临18个月的监禁 亨塞尔曾获得过多项爱美奖 他于1987年加入KMBC 定期会出现在晚间新闻节目中 并回答观众关于健康的问题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的关注一组来自两岸3D的短相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 在巴西利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1次会晤时 就当前香港局势表明中国政府严正立场 习近平指出香港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 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 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 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纸暴治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习近平表示将继续坚定支持行政长官 带领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 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 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 在香港日前怀疑被暴徒投掷的应务击中头部的食物环境卫生署 外判清洁员工延至14号晚间伤重死亡 这是香港爆发修例风波以来第一起无辜平民死亡 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15号凌晨表示 对外判街道捷径员工受伤死亡 申表惋惜和难过 正致力为死者亲属提供协助 特区政府对暴徒恶行表示愤慨 警方会全力追查 勿求将暴徒神之于法 而香港警方14号表示 已锁定一些可疑人士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14号 就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发表的报告 在回应媒体市指出 在战略物品贸易管制方面 根据基本法 香港是单独的关税地区 香港一直按香港法律和国际管制清单 全面执行战略物品进出口和转口管制 并严格执法 并与美国及其他贸易伙伴保持紧密合作 尽管香港政府再三解说 报告仍错误引用毫不相干的个案 质疑香港战略物品贸易管制制度 港府对此深感遗憾 发言人重申 外国议会不应以任何形式 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继续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国周四是涨跌互建 主要股指想不波动 几乎平盘作收 投资者继续关注公司财报 贸易谈判以及美联储官员讲话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连续第二天 在国会作证 称市场没有看到泡沫酝酿的迹象 我们来看华尔街股票市场在星期四走势状况 星期四美股早日开盘呈现债幅下跌低开 随后全天是债幅震荡 说话是三大指数 是涨跌互建作收 标准Pro500指数再创历史新高记录 但是纳指和道指则是债幅下跌作收 投资人关注的新闻焦点 当然还是中美贸易谈判方面的进展 另外呢也就是公司盈利消息方面 还有联邦储备机主席鲍威尔 至于在国会山庄就美国经济进行半年停证 公司盈利消息方面 斯科系统因为盈利不如预期 所以在一开盘就下跌幅度超过7% 收盘是7.8%的跌幅 是道指当中跌幅最大的一个个股 对同行业类股也产生了拖累 而盈利超好的沃尔玛公司 在盘中创了历史新高记录 但是随后遭投资人获利回吐 收盘时呈现1.06%的下跌 其次呢 迪士尼娱乐集团公司 也是在创历史新高记录之后 出现下跌的走势 而波音飞机公司则是 道指当中升幅最好的一个个股 那么债件价格变动不大 收益率仍然是保持在1.82% 黄金窄幅上升0.55% 是1471块4毛钱一盎司作售 而石油价格下降0.3% 以56块9毛钱一同收盘 那么主要的投资人 还是观望心态是相当浓厚 所以交易量和波幅都是相当的窄幅 总来说星期四 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相当神圣 以上是星期四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纽约报道 好我们的关注 最后有Mirror Trade 得美利证券提供的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全球财经指数 由德美利证券提供 另外在收集新闻方面 在近日举办的亚洲国际电影节 中国电影制中 特别举办了吴天明导演电影回顾展 展映吴天明的三部经典电影 本次展出的有老景 人生 没有横标的河流 这三部影片 这是吴天明导演的电影 首次来到美国 参加亚洲国际电影节活动 与此同时 当天还有请到了 吴天明导演的女儿吴炎炎 以及电影老景的演员 吕丽萍共同在场观影 并与到场观众 一起探导吴天明导演 为中国电影所做出的贡献 而其女儿吴炎炎 作为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会总监 也为到场观众 介绍了基金会的目的 她也希望本次 吴天明导演的作品展映 可以带来更多的青年导演 让他们优秀的作品走向世界 演员吕丽萍也与到场观众 分享了许多在拍摄老景时的幕后故事 值了解 吴天明为了拍摄老景这部电影 曾经去老景村 体验了三个月的缺水生活 吕丽萍表示 她非常敬佩吴天明导演 这种对于作品的认真态度 我强烈的感受就是 艺术是永恒的 它永远不褪色的 真正你找到了这样的好的作品 真正的有这样时代的 这种历练的这样的作品 它永远不褪色 永远是人们愿意追捧的一个 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所以老景我很荣幸 在里头演一个这样的角色 亚洲国际电影节 旨在将优秀的亚洲电影作品 展现给国际主流电影圈 今年有来自亚太地区的 50个国家推荐影片参加电影节 包括中国影片哪吒 日本官方推荐的新海城新片 天气之子 韩国影片寄生虫等具有相当 国际知名度的优秀影片 凤凰卫视十一记者连汉琴 洛杉矶报道 近日复旦大学EMBA项目成员 来到洛杉矶进行深入学习 并与当地影视以及新媒体产业的 从业人员进行交流 本次EMBA海外研学班 在美西先后走访了旧金山 与洛杉矶两地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哈斯商学院的主题是数字创新 在洛杉矶则着重讨论文化创新 学员们先与南加州大学 安纳伯格传媒学院 专门研究新媒体的克瑞格教授 一起探讨了社交媒体娱乐 网红 博客 直播等 具有颠覆性商业和文化价值的新媒体 随后还与动画片《狮子王》的导演 明可夫讨论电影电视的创作和创新 并于近日和爱美奖七次提名 三次获奖的制片人导演奥威尔 进行了关于创业产业制片管理的讨论 学员还在好莱坞导演和制片人的指导下 根据老师讲授的原则 提出自己的创意作品 并由老师们点评 据介绍 本次复旦大学EMBA项目 秉承从宏观到微观 再从微观到宏观的原则 在罗杉矶的课堂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尤其侧重于实践经验的传授和交流 凤凰卫视11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另外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 于近日在洛杉矶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由现任理事长中学正成为新任会长 据了解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前会长田文英 于近日不幸离世 令南加州各界和田会长生前亲友 深感震惊和惋惜 在11月8日 南加州各界和各侨团 为田文英会长举行了追思告别仪式 仪式上 中国驻罗杉矶副总领事戴双鸣 和乔务处主任汤长恩等领事馆代表 均对田会长在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 担任会长期间所做出的贡献 做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 经过随后几日的讨论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中学正成为新任会长 在当晚的发布会上 出席的会员以及各侨领纷纷发表讲话 在表达对田文英的追思的同时 也对联合会未来的发展 表达了衷心的祝福 中学正也表示将会继承 日前去世的田文英会长的遗志 带领联合会成员走向更好 我呢因为说实在的 我也是比较没有准备 没有任何的准备太突然了 那我既然大家都这么信任我 我也非常对自己也给自己的信心 要一定要把妇女会工作做好 做好服务每个会员 然后把我们田文英大姐的爱心 再继续的传承下去 当晚理事会还宣布 由张贤接任理事长 监事长一职由顾苏苏接任 创委会长黄慧珍在记者会上 宣读了理事会的这一决议 田文英会长的女儿梁子彤也表示 要成立田文英基金会 继续把她母亲的大爱传承下去 黄华卫视11记者连汉琴 洛杉矶报导 另外在公商新闻方面 边边华人第一产届最大的经纪人 推广平台The House Club 在Diamond Bar Center龙中 举办了颁奖盛典 继会员感恩晚宴活动 数百名地产经纪人 建商代表出席 并表彰了优秀经纪人 一年来的成就 根据The House Club创始人 Phil Deng和Ocean Zhao介绍 2019年北美房地产市场 稳中有增 平台和广大经纪人会员 迎来了业务逆势成长的一年 今次的主题是感恩 为无数奋斗在一线的 会员经纪人们 奉上一个欢庆职业 相互勉励 共同成长 今年我们的House Club 其实走了很多路 去了纽约 去了迈阿密 更去了温哥华 也去了多伦多 那我们其实现在 已经遍布了北美 会员已经达到了5000人 所以希望更多的经纪人 能加入我们 能成为我们的 House Club大家庭的一员 谢谢 晚宴在Phil Deng与Ocean Zhao的 住酒词后开场 爵士乐队现场演奏 并有舞蹈出行 更有夺人眼球的黑科技抽奖 回顾这一年取得的成就 在House Club 准备了多项年度大奖 也由活动赞助商 向经纪人们颁发 每年的这个感恩晚宴 也是我们两个 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像在每年的时候 我们都会根据 会员在我们平台上 使用的数据的情况 经过大数据的统计 颁发我们的奖项 户惠理财代表大会颁发 地产网红奖 上海建工代表大会颁发 地产人气王 美太置业代表大会颁发 地产流量王 联合信贷代表大会颁发 地产风向标 Thumb Power正能量太阳能 代表大会颁发 年度奋进奖 US Bank Tow Brothers等建商代表 也向经纪人们颁发 独家奖项 凤凰卫视 实习记者 山家红 洛杉矶报道 我们来看化新保险的一条小资讯 如何降低健康保险的保费呢 那现在在65岁以下的 OG健保开放投保期间 很多民众最关心的话题 就是我接下来的一年 健康保险的保费 到底是多少呢 而如果您是通过 OG健保Cover California 申请的 有补助的健康保险 您其实并不知道 续保的价格是多少 而需要主动联系保险经济 或者上网查询 才可以了解得到 所以呢 趁着现在的开放投保期 一定要联络您身边的保险经济 或者联络华星保险 看一下 如果您在2020年续保 或者是转换健保计划 我可以节省多少钱 那有些民众发现 好像也没有省很多钱 那在这里面呢 也给大家提供几个小窍门 那比如是说 您可以通过购买传统的 退休基金账户 Aira 来降低您的年度的这个收入 可以降低健康保险的保费 同时保险的等级也会升级 同样呢 您作为Aira的存款 也是作为您的 年老之后的一个退休金 那当然了 有一些人对于收入方面 没有办法调整 那其实呢 有很多的办法 比如是说 可以从一家HMO计划 换到另外一家啦 或者有一些保险公司 甚至可以从保险等级升级 保费还有下降 那现在呢 是一年一度的开放投保期的时间 也是一年一度的 可以来做您健康保险调整的时间 所以大家千万要记得 在这段时间里面 联络您的保险经济 看一下2020年的健康保险 该怎样购买 我可以回想一下 我过去的一年 有看多少医生 那我接下来的一年 有没有什么样 要做手术啊 或者是生小孩的打算 那这一些都可以和您的保险经济 聊一聊 记得要在12月15号之前完成申请 您的健康保险 才会在2020年的1月1号 准时生效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新启航 静后您到来 劳力士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金城 纽约人寿 传家之宝 华明胜律师事务所 联合赞助播出